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还有一颗 这里 也有的呢 叫它这个救命草的 它的真名呢 它的真名呢 叫这个马子蟹 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养生食材 可是好多人不知道 可是呢 好多人呢 不知道 也不认识 在本草钢幕上呢 记账了它的别名呢 叫马蟹 五行草 五芳草 长命菜 九头狮子草 市政曰 齐叶 比病如马齿 而性浓 华丽世界顾名 它呢 这个属一年生草本 静呢 是瀑布 浮地 枯萨 多分支 圆柱 圆柱形 淡绿色或淡 带这个暗红色 我们这里啊 这个发现有两种啊 都有啊 一个是绿色的 一个是暗红色的 那么叶子啊 它是这个附生的 呃 叶片扁平 这个叶子是附生 叶片扁平肥厚 倒暖形 呃 很像这个马的这个牙齿 所以呢 取名叫马齿线 马齿线虽然是一种野菜 但是营养物质挺丰富 它含有蛋白质 脂肪 硫胺酸 核黄素这种营养物质 对我们养生很有帮助 我们在野外 预见它 可要记得留下它呦 当然啦 具体的病情啊 还需要资讯当地医生 在医生的指导下运用 我是龙明 也是一名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 记得点一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